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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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月调月分》 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大家一定是机不离手 但我们如何选择一些讯息 因为网络上源源不绝的讯息 有时我自己 因为工作上很繁忙 我看讯息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些 可能是关于生命 治疗 正能量的讯息 这个时候 我今天要介绍的嘉宾 无论在他现实生活上 还是在网络上 都很出名 大家未必认得他的创作者 但见到这个层 你一定认得 今天我们介绍的嘉宾 就是他的爸爸 你是他的爸爸 我想很多 无论是同学 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都常常在不同地方 看到他 因为Dusty Kid 你就是他创作的 我不是你的创作人 其实那时候 为什么要创作一条层 创作旧层 其实不是特意 想创作旧层 如果是说 为什么要创作 应该是大概 好像二十多年前 我没那么老 十多年前 读书的时候 中五左右 中五左右 因为课堂 课堂上有些事 还有那时候青春期 其实很多事情想的 青春期的问题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解答得到 你同学未必解答得到 你老师未必解答得到 你家长 你妈妈 或者你爸爸 你不会跟他分享 所以所有的问题 都自己想 那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解答到自己的问题 究竟有什么 可以陪伴自己 那时候我经常想 这件事 去到毕业之后 就更加 因为毕业之后 就连同学 都没有了 即是身边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就 会画东西 我开始在网上日记 画公仔 我那时候有句话 就是 你画给自己的东西 就可以陪伴自己一生 所以我由那时候 开始想画一样东西 去陪伴自己 这个就是 做创造的契机 然后去到 可能几年之后 几年之后 开始因为出去读设计 那些东西 然后开始多些技巧 为了懂得一些表达的方法 加上就是 开始出来做事 再感受多些 大人成熟了 又会想多些 那又开始存起了一些想法 是的 那我大概在2019年 2010年 即是左右 就开始在Facebook 那裏创造一些 公仔 是的 那时候都未是Dusty Kit 的 即是未是这一粒 那时候是其他卡通人物 去代表我说话 例如我可能创造了一些 好像恐龙那样的公仔 就做一些小朋友的东西 或者做一些 大人一些的公仔 去想做一个潮流品牌 那样的 即是潮流品牌 那也是不成功的 那大概去到2012年左右 那时候刚刚兴起Facebook 是的 那我就将 做一个新想的公仔 是的 也都是我小时候想到的公仔 就重新放上网 就是Dusty Kit 所以 Dusty Kit 就是2012年 在Facebook出生的 是的 那我们就 那时候我刚才说 有些想法 接着又 有一些 公仔想画 所以那时候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公仔 一句句子去完成我的创作 那由于这个方法 就很有效率 就是我可以很短时间 就已经将一个 想法去表达 接着 我觉得就可以 我每天都很连载 那这个模式 直至现在都是 是的 就由2012年开始 每一天 上载一个公仔 加一个句话的一个创作 然后又放上网 跟别人分享 开头没有想过 其实 那么受欢迎 是的 事后去想 其实 我想我们都市人 无论是同学也好 老师也好 甚至做其他职业也好 其实他们都很需要 一句句子去 陪着他们的生活 或者回应他们 心目中的想法 亦都是回应了我 小时候 有一些东西 想不通的时候 没有人解答到我 我就希望可以透过Dusty Kit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千句 这些创作 你必定会搜寻到一个 一句半句 是可以令到你有共鸣 或者是你记住它 你可以有力量去 继续生活下去 是的 这个就大概是整个 创作生涯的一个总结 我发觉Rap你都很浪漫 因为你说 你以前小时候 是想很多东西 我想这一件事 是否创作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你要先放很多东西 你的脑里面要 首先要交战一轮 然后你才可以将你的想法 再去付诸在你的创作上面 我想有几种创作人 是的 刚才你说浪漫这个字 其实是我们的朋友 对之中 我们会主色自己 是什么类型的创作人 我是浪漫主义的创作人 就是一支水都会抑鬱 是的 去派对也会抑鬱 但是你遇到一些惨事 你都可以变得快乐 就是所有东西变得浪漫化 就是我们Dusty Keep 独有的一个气味 但是也有其他的创作人 刚才你说浪漫的创人 就是他自己心里面要交战一轮 是的 他要吸收 然后消化 然后拌回一个创作出来 这就是比较浪漫主义的做法 有些不是 有些就是 我的脑里想到什么 我就直接出来 那是直观的 直觉的 是的 譬如我 如果我要画一支水 我就会用水去比喻很多东西 但是那些人可能就是 直观地 水就是水 我就画水 又或者他直接在水里看到什么 他就画水的形态出来 那些比较直观或者写实派的一些创作 那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创作人 就是如果同学是想做创作者 其实你是不需要 那么快去断定你是 属于哪一类型的创作人 反而你觉得你最快乐 你最舒服的创作方式 你一边做下去 你其实做了几年之后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创作人 所以 所以 未必一定要交战一轮 就是我的做法就是 我交战一轮才会 推出到一个创作出来 是的 也有很多人就是 直观地已经做了很多创作 嗯 可能创作都有不同风格的 最重要是 知道自己是 什么性格 可以做到什么不同的创作 但是呢 你走创作 这条路是否很小 就已经 是的 我要真的大过了 我就想着做这一件事 还是不是的 那家人也会有些 就是 反应的嘛 他们会觉得 其实很多人做设计 就是香港搞藝術 就是窮 我们经常这样说 你怕不怕啊 其实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我首先就是 因为 这次是 给同学听 那其实我 可以多说一些中学的 其实 我中学是 中三 升中四很沮丧 因为我很喜欢数学的 是的 就是我可以任何科目都 都不合格 但是我数学就一定得高分 所以 我是很想读数学的 但是 因为 升到中四的时候 要选科 选科是 你是基于你的 整体的成绩 去 去决定 你的 选择的次序 所以我最后是 读不了理科 我要读文科 是的 但是我文科的全部都是很低分 是的 我觉得你这么浪漫 文科应该很高分 但是我理科是 就算我现在看的书 我都不是看文学的 哦 我完全不会看文学的 我也是看一些理科上的那些书 是的 那 当然不是很深入的那些 因为我没有读到 五阵高 我总四五没有读到理科 但是那些是我的兴趣 是的 那我小时候就是因为 因为我读不到数学 所以我就 要读文学 但是原来 文学里面 我读书的时候 不知道的 就是中四五呢 我都是背书 啊 密书啊 人家的意思是什么 填寫出来 就是大家 老师想要的答案我寫出来 嗯 嗯 但是回口原来 这些计科有多高分 嗯 就是 对比来说 多高分 然后回到现在 就是 哇 原来我 很珍惜那段日子 嗯 因为我到现在 会觉得自己有些缺乏 就是 原来我 有时会不够 词会去解释 我心中讲的说法 嗯 那怎么办呢 那 幸好我懂得画图 我的图可以同时 帮忙去表达我想说的 但是 嗯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想进步的地方 就是我想回到中学的时候 是可以 专心地读文学上面的一些东西 可以多些 应用到里面的词语 那 那 这个是 我忘记了你问我 不是 不是 我想说 其实不要紧 你当然可以阅读的 你可以看一些文学的书 所以我这两年都开始上一些写作班 哦 然后 因为 我的同事会常说 你写错字 又或者 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 又或者你这样写太多字 其实有诚语可以去代替 所以同学们 其实 你并不知道你现在学到的东西 将来有没有方法应用到 所以 现在就好好读书 那 其实你之后就会方便很多 因为你在现在这个很浓缩的学习的时间里面 你是 日日都要上读的 但是我们去到我们这些中年呢 要上读就要出去付钱 以及 腾出时间 所以珍惜上读的日子 其实我去看你一些画的时候呢 都会感觉到好像很容易对号入座 因为你很简单 那个字 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的环境 其实那时候你是不是想着 你也是希望有一个治疗大家心灵的作用 其实我没有想着有治疗大家心灵的作用 是治疗你心灵的 是的 因为就是表达我自己 因为我都需要很多治疗 是的 但是渐渐地原来 原来是可以照顾到大家心灵的 就尝试写不同的题目 那所以 其实现在都写了差不多五十几本书 就是 其实是 有些是我想讲的 有些是别人想我讲的 有些是一个机构 想大众知道的一些 message 那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 但是去归回去自己就是 因为我都是人来的 我都是平凡人来的 其实我很知道 每一个平凡人的感受 就是你被人懒惰一定会不开心 但是被人懒惰你不开心 你有些什麽解决方法呢 你可能爱自己多些 又或者你留意一些 现有爱你的人 你更加更懂他 就是这些方法 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可以应用得到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就将我 想得到可以帮助到 大家的一些想法 也都帮到自己的想法 我又写出来了 嗯 有没有说哪一个作品 你自己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忘 很难忘的作品 嗯 其实我整本书讲 啊这本啦 这本书 突然有道具 是 这本最新的书 嗯 嗯 嗯 难忘的在于是 我回归回最初头 寻德斯希的那个想法 是 因为 这很多年啦 其实写了很多 嗯 要细心地思考的书 是 嗯 包括我 创作这件事都要思考 嗯 嗯 为什么要思考呢 譬如我要去 讲放下这件事 那有很多 哲学 或者有很多理论 去讲放下这件事 那么 西方哲学也好 中方 即东方哲学也好 其实你有很多东西 要研究和去 去思考 去整合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研究的一个过程 再消化 其实呢 对于我来说是有压力的 和是辛苦的 是 压力来自于 我说 压力来自于就是 我说的话 未必是正确的 是 是的 即使我思考完之后 我说的话 是否对 去给你们做一个正面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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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思想的基础呢 未必 所以这个是 我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本书就不是了 这本书是讲感受的 是 讲感受的全部都是真 是 就是 你不用怕去 别人会质疑你 因为你的感受是自己 你不开心是你自己 别人不会质疑你 啊 为何你这样不开心 别人是不能够的 所以 这本书就是回到 比较纯粹的自己 都很重要的 这本书 就是 原来我可以回到的 可以回到 那个很 很纯粹 只是表达感受的自己 所以 所以这本书都挺是 这个年纪的我 可以给到大家 最好的东西 其实你说到 譬如你人生 有不同的经历 刚才你也有说到 那你会不会说 在创作的路途上面 其实都不是很 就是说一开始 你又不是 就是创作这个 创作 一开始其实是 就是有其他不同的 类型的创作 你会不会说 其实在你创作的路程上面 都有 很多高高低低的 就是你会 你人 譬如这段路程 其实你怎么走 有时看回头 会不会觉得 都有一些想放弃的心 嗯 其实这段旅程 是永远都是低的 就是很久的低 是 今年是什么 2021年 嗯 那我应该2009年 开始做创作的 那可以算12年 可以 可以算12年 是可以算12年 是 12年内 我想有9年都是低的 嘩 是的 有9年都是低 低 无论是 钱上面 收入上面 甚至你作品的知名度 或者你作品的 的品质 是的 包括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继续做这件事 全部都会怀疑 嗯 其实去到很坚定 觉得这条路是对的 然后过一些比较好的生活 其实都是这两三年而已 所以在 如果你扣回两三年 就是12年内 有9年都是处于一个 非常高压 很辛苦 很混乱的状态 嗯 但是这两三年是 非常好 嗯 如果你画一条线 就是这样 但是 那段这样的时间 你会不会也有些想法 就是 不如算了 就是会不会 因为你也是一个 多事情想的人 刚才你也有这么说 那我想你相信 去到夜兰人症的时候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 嗯 如果计划Dust Tea Kit呢 嗯 嗯 我是等这两三年 是会想不做 哦 竟然 反而好了 因为收成 要割我青 是的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是的 很辛苦 因为 你的读者会很不开心 你说出来 所以我现在继续做 好的 但是都要摸索一个 自己开心的方法去做 嗯 是的 我也有些计划 是一个开心点的方法去做 嗯 但是 那九年怎么过呢 那九年是 很有信心 嗯 我的信心就是 嗯 可以的 有进步的 即使很慢 即使 譬如每年书展之前 我写完书之后 个人是超级差的 嗯 因为写一本书是很辛苦 嗯 我想是 辛苦过 日日丹黎 然后 跑上 带帽山 马拉松 辛苦一些 还是写书辛苦一些 当然是写书辛苦一些 马拉松不值一提 哈哈 哈哈 每个星期跑两次而已 哈哈 我每个星期跑两次而已 哈哈 如果你考试测验 你有答案 嗯 写书没有答案 是的 答案要自己给自己 所以是创造 创造问题给自己 以及创造答案给自己 但是这个答案 大家认不认受呢 就由市场决定 所以有些人 也不是有些人 即是我的第一本书 我卖了200本而已 嗯 不是德斯基 但是我 挖了差不多半年 哇 就卖了200本 嗯 但是现在德斯基 可能一本书卖 五千至一万本 那 那时候的我不努力吗 不是我那时候很努力 嗯 现在的我都是很努力 嗯 但是 嗯 嗯 这些东西不能自己控制 是的 所以这个无力感就会在这出现 是的 嗯 嗯 我 是 为何会继续有力去创造下去呢 这九年 嗯 因为每次书展 见到那些人买书 接着他说上一年书帮他什么 我每次都会有些能量 是的 所以书展对我来说 就是维持这九年的创造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年都会给我力量 去捱下一年 其次就是 我很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嗯 即使我现在看到有间公司 但即使我没有公司 我依然只有CK的作者 是的 我是不会 我没有这个身份 是的 所以 你见到最差的情况之后就是 我一无所有 但我依然有只手可以创造 那 还有什么可以输呢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输 所以你不断在赢 只不过是 这九年里面你赢多少 然后那两三年你再赢多少 所以我这个是一个不会输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不会输 那我为什么不继续进去呢 嗯 所以身份这件事很重要 嗯 嗯 还有那种相信 即是你很相信这一件事 即是你希望这一件事 刚才你这么说 就是说 我其实已经不是去到相信 嗯 我去到是 因为这件事是我 我 得CK是我 那我在这里画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你可以当一个相信 但因为这个是 我已经建立了身份 所以我就 不用了 即是 譬如一个歌手很红 那他 如果他变到一无所有 但他都可以 唱回到 他的地位 我记得像Bill Gates说过一句话 就是 你如果把我的所有东西拿走 把我的财富朋友 家人拿走 我去沙漠那里 然后只要我看到一对 骆驼的商队 我就可以去回我现在的地位 嗯 是的 那这个就是身份 嗯 嗯 即我想 讲这个 理论给同学 就是因为 我们是要建立自己的身份 因为身份 是令到你可以 去全世界 无论你是高高低低 也好 你都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是可以建立自己的价值 嗯 即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好好地装备自己 譬如你在人生上面 你可能 你经历过的事情 未必 全部都是顺风顺水 就是人生一定有高高低低 你有这个高 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你无数的低潮 叫过来 你不要看别人觉得 他很好 我想都是一个 要你先装备好自己 去迎接一系列的困难 譬如你做到多少都好 都要 大家都要记住 就是你的初心很重要 你可能刚才也说了很多这一件事 所以其实是否 未来也好 你都会坚持出书 有没有说有什么 因为很多读者都问你 是否每一年都会给他们一本书 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还是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在搞 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 可能 步伐和以前会有些不同 未必会每年都有书 是 因为我前年写了十三本书 今年写了一本书 是的 那看到一个趋势是这样 可能下年就是零 零本 就是零本 都不紧 写书是每一年 去整合一个想法 给读者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那一年 我整合不了想法 我不会逼自己 去整合一个想法 另外就是 我会偏向做展览多一点 是的 展览我可以再细收多一点 我想剪出的物品 是的 是的 也都 那些读者来的时候 他是在经历着一件事 就是我最想做到这件事 是 书因为都已经够多了 这个媒体 所以新的媒体都想发掘一下 所以书有机会会写少一点 是的 说完 可能做访问会少一点 出席公开场会会少一点 全部 要躲起自己 是的 要躲起自己 是 那会不会都是 就是一个你自己 今年 因为你刚才说 这几年其实都是 你们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 因为这几年的高峰 会令到你都在思考 究竟未来 就是Dust TK的方向好 你自己的方向好 会不会都是一个 因为你都很多东西想 你会不会都是 刚才你的程序 这段时间可能是 在想不继续 反而是这段时间 是 为什么会是这段时间 会这样想 因为过河清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的商业决定 因为我想做创作 但是可能很多公司的工作要做 反而会令到我乱了 但是我走的是创作的路 反而是会觉得 我不想那么多 我想 我想救 救得来 我自己躲起来 可以自修去做好些创作 媒体不断变化 环境不断变化 那我们的创作是要不断 跟随去变化 但是变化得来 不可以没有了初心 所以那东西的拉斜 是更加需要时间去刁铁 反而工作那些 就真的简单 是会霸佔了你时间的东西 我就尽量会减少 我想这段时间很适合你去 譬如如何平衡你自己人生 可能是工作好或者你的创作好 这段时间也要看什么书 会不会阅读一下呢 帮你心灵治愈 你心灵治愈 你心灵治愈 刚才说过我不会看文学的书 不代表我不喜欢虚扣的作品 但是因为我 我个人习惯不会看文学的东西 去满足我虚拟故事那边 我会喜欢打机 是 另外就是我平时看的书 就会是一些知识型上面的东西 譬如酒是怎样酿成的 可能日本的饮食 发展史是怎样的 接着或者是一些厌司官的报告 又或者是一些东方哲理的一些漫画 就是蔡智忠那类 又或者是一些礼仪上面的东西 其实是很乘的 你听到 但是因为人类就是那么乘 就是那么丰富 我不会限制我自己会阅读某些书籍 我全部关于知识型的书籍都会看 看书 另外就是看电子书 电子书会狂看 包括是 如果电子书多看 就会怎样管理自己的财富 财富不单只是钱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身份 都是一些财富 是的 那些我们要在 要学习 因为没有人会教你 怎样管理自己的财富 就是中学每一堂 是说教你管理财富 那这些书都是很值得看 因为你这样 有知识之后 你之后的人生会很複式地进步 是的 另外就是 除了书之外 其实我会看很多知识型的YouTuber 嗯 因为 YouTube上面的频道 每一段片 都是一个人的阅读整合来的 嗯 譬如我 我会看 可能一些阅读 阅书人 就是读完一本书 就会整合整个知识给你 就告诉你这本书 那你是听着每个人的读书报告 是吧 但是这件事是很快的 就是可能我们看一本书 可能要一个星期 但是你 看一本书的阅读报告 其实你可能十分钟 就已经有个基础 所以当我们看书看得累 你不妨可以看YouTube的一些 读书人去讲一些整合给你 嗯 刚才也讲过 创作未必一定是书 是做一个媒体 我们都会选择展览 那些 其实读书也是 读书除了书之外 其实以外都有很多媒体 可以给大家发布 嗯 好 其实 刚才你讲了很多 我问了你很多 关于阅读的东西 不如现在就 由同学仔问你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问题 想问一下 关于你的发展 我们之前都收集了他们 例如有同学仔问你 刚才你也有说到 譬如阅读的东西 他有问你 为何要读书呢 我想很多小朋友 其实都不喜欢读书 不像你那样 你小时候都比较喜欢 你都会看 计数 对 对 你怎样有什么 用你的经历来告诉他 为何读书那么重要 因为刚才你有讲到 例如 你出来发现 自己不够用那些字 对 为何要读书 因为我们不够知识去管理自己 这个人 其实我们这个人很特别 就是 你想着举起一只手 你就会举起一只手 因为你可以控制 但很多东西你不可以控制 就是 我开不开心 我不可以控制 是 可能有些很少的事 你已经会不开心 我的身体不可以控制 就是 譬如你不可以控制你的胃 不可以 动得快些 不可以 控制你的腸 动得快些 你可能要喝 力量多 令到你大腸愚动 即是有些外力 那 为何要读书呢 我觉得就是 学会如何控制我们这个人 是的 无论是手脚 刚才说的内臟也好 我们的脑袋也好 因为我比较情感型的作家 所以我说情感方面 为何要读书呢 就是因为你不够知识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是的 情绪有几种的 有一些就是起来哀乐 为何会不开心 是因为可能我们看不透这件事 为何看不透这件事 因为我们不够知识去看透一件事 即是譬如 譬如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你离开了我 我怕我不开心 但是 我为何会不开心 可能我没有知识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知识的时候 我会知道 因为我对你差 又或者是 你 你给我的爱 你没有珍惜我给你的爱 即是这些是更加多知识的人 是可以说到的说话 当你越多知识 你就越容易看快这些事 这个就是在控制我们这个个人之中 是可以怎样去透过读书 而令到过得控制得自己更加好 另外就是可能空虚 就是有时就是我觉得不足 就是不足 不足可能是 我考试成绩不好得90分的不足 这个是可见的不足 有些不可见的不足 会令到你空虚 例如就是 我明白我已经有很多朋友 我考试成绩很好 我也有很多兴趣 家里的人会很喜欢我 但是为什么我会空虚 那种感觉是 你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你读了书之后 你会慢慢透过书里面的知识 你会整合一套理论 就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空虚 就是因为 原来我没有建立到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全部都是 别人给我的爱 别人对我的关怀 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外面给我的 我有没有建立过自己呢 就是你可能会想到这套理论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读书呢 就是我们 我们读书 我们每本书里面 每一行字 其实是 过去千千万万个人 去整合 然后去写这句子给你 所以每一句都很有价值 那你只要 每一句都很有价值 其实你会更加好控制自己的身体 以至到你的人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呢 我们不说 前途 找找钱也好 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们就要读书 嗯 我觉得说得很好 因为其实 看书都是因为别人的一些经历 就是你有时候看了别人的经历 都是一个好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也有 另一些同学生问你 有关于你的成长过程 就是他说 其实你在创作的时候 都经历了一段失败 或者你刚才也说 不是马上会成功 他就想问一下你 其实你有没有 我刚才也有问过 其实你有没有放弃 或者可以说一下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什么原因 你会看到 会令你坚持去创作呢 刚才也说了一些 比如一些读者 对你的爱 有没有 有没有 可能有些同学 其实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或者他们都会想 就是我未来长大会做些什么呢 可能中学同学也是 会想一下 就是他们 他们将来长大会做些什么 他们都可能会想 究竟坚持我的兴趣 因为香港要坚持兴趣 有些难度 可能赚钱很重要 其实你怎样可以 跟他们说一下 我想说放弃这件事 刚才说了什么 没有放弃 我当然没有放弃 挖得计券 但是在没有放弃 挖得计券的时候 是放弃了很多东西 去挖得计券 如果大家有个兴趣 要发展 在香港可能要放弃一些东西 最近香港运动员 拿了很多奖牌 金文铜都有很多 拿了绿面 其实他们放弃了很多 很多东西才会 可以做到这件事 所以在我们要坚持一件事的时候 那个坚持是否足够你 去放弃某一件事呢 其实很多东西需要放弃 你才会成功 包括我 其实那九年里面 其实在这一两年 我才会多一些娱乐 或者见朋友 或者出去玩 其实我想我有 在这两年里 我基本上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都困在自己的房间 去做创作 星期六日 是很舒服的日子 为什么 是可以全日工作 因为一至五 会有很多同事 找你去解决 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真正可以做到自己的工作 是星期六日 所以星期六日 是我的轻作日 轻作日 我经历了 有五六年 我基本上是没有 很多年都没有玩过 虽然这个经历 大家听到好像很辛苦 其实一个星期七日 都在工作 但其实我很享受 但同时我没有失去很多东西 但我又放弃了一些 可能会令我即时感到快乐 但那些快乐 其实不会建立到我 整个人生或者感情关系的东西 我将它放弃了 基本上放弃这件事 是很需要大家去的 就是要你去 走成功这条路 可能先要学习 就是要放弃 接着要坚持 为了坚持某些东西 德斯坚也有个漫画是说的 就是德斯坚 背着行李 爬上山 但是它爬不动 接着呢 我下面有写 就是 但是当你在坚持路上 发觉爬不上去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背负得太多 是的 所以我很常常会 叫人家放弃 就是 如果你真的这么坚持 想成就到那件事 你要放弃这件事 放弃那件事 是必然要放弃 如果你放弃不了 你就是决定了 你只是在这个高度 是的 所以你看到不同 我跟身处最高峰的人 其实是永远都是放弃了很多很多 是的 我们 我们古时的说法就是 六亲不认 就是 有一段时间 做创作是必须要六亲不认的 是的 就是 很多年很多年 由于你要六亲不认 可以帮你换来很多时间 所以 你六亲不认完之后呢 你就会 可能会发展得更加好 那幸好你 不认完 他们都会回应 否则就没有了 对不对 其实是你 譬如创作的过程 里面 其实你有很多 源源不绝的想法 例如 因为同学者就问你 其实你怎么去找那么多的灵感呢 或者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多 想法去不断 因为你一周一周一周都是不断的 你怎么想到那么多东西去画 怎么想到那么多东西去画 你就是狂想东西的人 其实我不是狂想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一闪过 一闪过就是有 你要记录下 其实我想我都错了 差不多50%的想法 以前我做创作 我会觉得灵感是力源源不绝的 所以我不需要记录它 因为一路走一路跑步 就会想到很多 反而太多了 但是去到我现在人到喜欢 我就要开始记录 因为不是源源不绝的 原来的矿 以前是挖也都有 现在可能要挖多些 其实因为 为什么呢 可能个人多了顾虑 为什么我刚才会说的那本书 带我回归初心呢 就是其实这很多年 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东西 但是同时你多了很多 雜音 你的脑子里面 没有以前那么纯粹 我经常说 我写不出我第一本书 写到出来的那些道理 而我现在去拿回第一本书 给所有人看 其实他们都觉得很棒 但是因为我越想越多 越学越多 反而是影响了我的初心 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哲学的命题 究竟你是要再吸收多些 还是你要吸收少些 对我来说就是 你要吸收多些 为什么我现在这么问你 就是因为我未整合好去 但是终有一天我会整合好的 总之你在创造的过程里面 就是缘不终 那你怎么去想 就是譬如有些正能量 因为我看到你的帖子 说你有很多事情想的 那你怎么整合 现在你好似有很多帖子 就是心灵止穴 很正能量 令到别人觉得 我要努力 或者在一段时间里面 在一段可以调削你一些 负能量的情绪 你为什么会 可以这么有正能量 其实我没有什么正能量 是的 但是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要透过创造Duck CK 去令到有 所以Duck CK 是一个代言人 又或者是 我心里想到什么句子 我需要有第三者跟我说 我就会画到Duck CK 那里告诉我 所以不需要让人安慰 因为我最想听那些句子 我会不断断去告诉自己 那个正能量 是在于我是负能量 所以我需要很多正能量 所以我创造一个正能量 创造就是无中生有 所以由于我是负能量 所以需要正能量 但是当我很正能量的时候 然后我未必可以写到这些东西 嗯 你有一个自我复原机制 现在这样 是的 很厉害 其实呢 问题 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不过呢 我觉得到这里 都不能够问完所有问题 也请 因为我们每一集 最后嘉宾 我们问完你的问题 到你问回我们一个问题 有什么想问大家 或者有什么大家可以交流一下的呢 嗯 我会设计一个问题 给大家做一个功课 听完访问要做功课 真是很累 但是做会对你人生有帮助 我想大家尝试一下可以 在做这份功课的时候 就闭上眼睛这样 然后静思30秒 就是你可以计时的 又或者可以叫身边的人 告诉你已经过了30秒了 然后你在30秒之后 你睁大眼睛 你第一件想做的事 或者想拥有的事 又或者最挂注的人 又或者你第一秒想到的一个词汇 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你写下来 那样东西就是 基本上是你内心里面的欲望 那你就想 你会不会满足这个欲望呢 那如果你满足它 你就把它贴到当眼处 比如我第一件想到就是 我要做劍击鼠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写在 章子那里 然后贴到当眼处 如果你那样欲望 你不想要的 你觉得那样东西是需要放弃的 比如是 那样东西想放弃的就是 别人对我们的期望 那你想放弃的 你就把它撕拦到垃圾桶那里 所以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 30秒之后 想到的东西写下 然后你想不想完成它 想完成它就贴到当眼处 不想完成它 就撕拦到垃圾桶那样 嗯 都很期待大家有这样的想法 之后可以留言 都跟我们讲一下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集 就是《月倾月分》这个节目 也是我们《新地齐到好书》 在这个暑假期间最后一场的线上活动 也很感谢大家 其实一直以来都紧贴着我们的不同的消息 如果错过了任何节目的朋友 都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和平台上 都可以看回或者重温之前的一些精彩节目 在未来的时间 在暑假之后 我们在《新月会》 会继续推广《月独》 大家有什么活动都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最后很感谢Rap上来我们的节目 好 拜拜 拜拜